中广论坛 中广论坛 小董在这边为大家服务 今天天气非常好 各位朋友大家可以看 他就是春天那种风和日曆 感觉很舒服 那其实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 中午可以出来坐一坐 到公园坐一坐 那我觉得说这个在 我们新冠病毒室内期间的话 人还是要动一动 当然如果人都的地方 你一定要戴口罩 不管是公园 你身上一定要准备的 如果附近没什么人 那当然就是 把口罩摘下来偷偷去 也不用太紧张 让自己的生活更像生活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台湾他有两个大的新闻 两个大新闻一个是什么 当然是钱贵KTV 每个地方政府都跑去检验了 他照样不合格 这奇怪了 他照样不合格 你有时候看 为什么是这样 你不是前天上午才出事 你也会料到 昨天各政府都会去 全国 全台湾各地方政府都会去 去大搜索 去会去看你合不合格 因为你是 你是重中之重 你是目标嘛 结果昨天去检验还是不合格 那表示怎么样 表示都在混嘛 各位朋友 表示你都在混嘛 对不对 这混有两部分 一个就是说 消防 监管人员来检验的时候 我们通通合格 等他走了以后 我们通通就开始不合格 管他 对不对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个呢 消防 监管人员 放水 放水 那怎么叫放水 就 就因为 因为你们管得到我嘛 所以我跟你们做好关系 那做好关系以后 就有人放水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有些 有些行业 他的公安 其实是比较严格的 政府规定会比较严格 因为你公共场所嘛 那如果比较严格的话 那当然 你要花更多的钱 来做 各种防护措施 我们早年看 那KTV 台北KTV 过去烧死过很多人 什么神话KTV 什么安安新闻 我们都跑过 惨不忍睹 那以前为什么死亡会这么多 因为太密闭了 你真的发生尸火 跑不掉 就被闷死 闷死以后又被烧死 都先闷死再烧死 所以你看到就说 你如果要求 照政府的规矩 规格的话 那 那就是怎么样 就是要花更多的钱 花更多钱 他们不一定愿意 所以就造成了说 好 那我就 我就 有些东西我就比较随便 那政府呢 政府我们就 消防员或 监管处 我们就 弄点关系 就说 马马虎就给你过了 就这样 所以你看到昨天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 被民进党的议员 然后在市议会执行 一言 无一配 无一配就拿出了三个文件 就你们这 你们这三天 分别有去检验 前面两次都够了 你们照你们上面的表写够了 那第三天呢 一个3月6号第一天 联合机查通过 第二个是3月30号 消防检查 你们也收他通过 可是4月22 各位朋友 4月22 那那那也 那也没有几天前啊 对不对 大家看嘛 27号上午 发生失火 22号 才去检查 啊这个是消防跟监管的 联合机查 联合机查 他有个单子 每一个项目会打勾啊 这个地方有没有做好 上面会住啊 如果没有问题 打勾 如果有什么 下面会住 这个地方是不问题 4月22上面写什么 宜色装修 就其实你有看到他在装修 可是你没有看到 装修的功能 那为什么会宜色装修 因为你看到 有些东西做到一半嘛 有些装修做到一半 那你没有看到功能 为什么 因为你要来检查 业者叫功能说 你们先离开一下 等检查完 我们叫你回来 你再回来 你在这边施工 因为我们是没有申请执照嘛 对不对 我们没有 没有申请那消防的 安检计划 的这项通过嘛 那所以 你可以看到 台北市政府早就知道他施工啊 但他没有看到功能 他就写仪式施工啊 那仪式施工 什么叫仪式施工 你当场还要问他 诶你们在施工哦 对的 他就 那A者就说没有 没有你东西怎么会 做到一半 你东西很多东西做到一半 这表示 而且施工还有怎么样 施工有施工的味道 你知道吗 各位室内在做装修 我相信每个朋友 大家很清楚 他在施工 施工会有个味道啊 不管是那种 嚼水的味道 或怎么样的味道 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施工 这个是 满不了人 而且每个人 除非你得了新冠肺炎 新冠病毒 你的味节已经失效了 不然每个人都闻得出来 那消防员应该怎么样 你们在施工哦 A者如果说没有 好 你讲没有 你欺骗我 让我做 让我做 我就要做记录 因为你讲没有嘛 可是实际上你有 那这个叫做什么 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这是围造文书 是一个罪啊 各位我讲 这是围造文书罪哦 就是我在做公务的 谎查 然后你骗我 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各位请 这是围造文书的 围造文书的围条文哦 你让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那加一条罪名啊 那他有没有在施工 一色施工 我告诉你百分之百在施工啊 那施工你又没有申请 你又要骗公务员 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业者 这个业者是谁 连带 伊甸市的董事长 念台生 媒体大家不太敢讲 讲他的名字 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大家不敢讲名字 很好笑 那这个网络查就有了 可是各媒体大家就 就进入寒蝉 我知道了 因为多数的名嘴 台湾 台湾多数的名嘴 他的医师父母 就是练台生嘛 就很清楚啊 那你就不能讲他 讲他 他就不发你通告 就不爽你 就把你 列为季节往来户啊 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 台湾的名嘴签 他就是这样啊 台湾的 新闻签也是这样啊 大家都有关系啊 你有关系 你就不要讲啊 像我以前上某个电视台 他们就表演 不能修理三立的董事长 为什么 你们不是跟他打对台的吗 哦 我们上面交代 不准打他 不准骂他 为什么不准骂 那真好笑 三立董事长林坤海 林坤海带民进党的 民进党的名议员 严小金去开房间 新闻闹那么大 连讲一记都不准讲 不准讲 我说 你们怎么会 你们电视台怎么会 搞成这样 他说 因为上面交代 我们也没办法 你讲 你 你小 董哥你要是讲的话 因为我们是录影 我们会把你讲 讲的部分把它剪掉 我说 那你们还 你们 你们还号称媒体吗 我说 我不会故意把他事情 拿出来讲 不会说 我来谈八卦 不会嘛 我也不讲 不讲小猪跟 周扬青嘛 因为我是做 政治跟社会评论的 我不做 众议 影继签的评论嘛 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不会去讲这个 但是 他里面涉及了 涉及一个怎么样 就是 一个民意代表 一个议员 他是民进党的中常委 严小金是民党中常委 那你跟媒体的老板这样 然后这个媒体每天 捧你们民进党 捧你民党这个派系 因为他代表一个派系 然后呢 然后怎么回报你 哦 谁谁谁可以上我节目 来当名嘴 我就 我就很悲哀 我就讲 这次变得 跟政治有点关系 哦 哦 那是不是 是不是某些人 要跟电视台的老板 上床才可以怎么样 这个我就很怀疑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跟他 有什么瓜葛 他才会邀你 让你来上节目 因为很多 政治人物是很希望上节目 上节目 你在电视台上几次哦 你的支持者 你的投票的人哦 他看 哎呀 我议员 委员 哎呀 昨天看到你讲 讲的真好 哎呀 就觉得他在帮我们讲话 所以 你只要上一次电视节目 你可能多了好几千票 好几千票 对他讲 哎他讲的有道理哦 那其他没有上的人 跟你投选期的人 哦 写民就说 啊 从来没看他替我们讲话过 就因为他没有媒体啊 我告诉你 差别就在这里 你知道 所以民进党为什么 民进党为什么要控制媒体 民进党收买媒体 收编媒体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台湾的嫌疾 谁会当选 谁不会当选 我老实讲 就是靠媒体 媒体跟网络 网络也是媒体的一种 那台湾的媒体 百分之八九十是挺民进党的 我跟各位保证 台湾的网络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挺民进党 所以你看 网络那些畜生 我从来对他们讲话不会客气 他们就有人带风向 大家就去 我要罗令谁就罗令谁 他们就来这一套 他们觉得天下无敌啊 台湾每个人被他罗令过了 每个人当然主要是讲 蓝宁的人 你看马航九 吴敦义 吴思淮 对不对 每一个 然后国兵党 每一个都被罗令 罗令完以后 他们觉得你看 我们太强了 我们出征无往不利啊 所以我们要出征谁 谭德赛 我们要出征谁 德国人 德国人 我们给他口罩 居然没有感谢 德国人太可恶了 到德国的 驻台代表处 上面去 我怒骂羞辱 然后骂完以后 骂一骂 再骂新加坡的总理夫人 你在恶什么恶 台湾的网络 知无耻 天下无敌 他们是民进党 养的狗啊 台湾网络 百分之九十五 是民进党养的狗 然后他们在那边 沾沾自喜 你又看不到我 对不对 所以 民进党也 很自然的 就依靠他 只要谁对我怎么样 我们这些网 我们这些网金啊 就来羞辱你啊 他们就玩这一套 我告诉你 过去柯文哲 玩这一套 如何存清啊 他跟民进党配合 那因为过去大家 对某些人讨厌 我们就会用媒体来 来带领风向 就来把他 竖成一个形象啊 其实台湾被霸凌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连胜文嘛 连胜文跟柯文哲 嫌疾每天 被假新闻这样 带风向 羞辱 辱骂 柯文哲是 五年前 他从嫌疾里面 就获得最大的利益 那时候 他们是跟民进党 是合作的 民党 支持柯文哲 民党不提名 五年前的台北市长嫌疾 然后就玩在一块 那每天跟这些网金 那网金是垃圾嘛 大家都很清楚 他们知道假新闻 然后把你 把你连胜文 把你打得很不堪 所以连胜文的妈妈 每天跟他姐妹一套奖 一定要让连胜文当显 别让胜文不开心 那是假新闻 那假新闻 两年前 眼见杂志 要做一个台湾的网路 的新闻 这个主编 带了一群记者 大家下去采访 他第一句话就讲 他第一段 他要做这个专题 才知道 别让胜文不开心 是一个假新闻 经过三年以后 他才知道 各位你知道民进党 是一个龌龊的党 那我们就 这些人开始玩 大家玩得很开心 把你弄死 那最后连胜文是个怎么样 是个长不大 已经四十几岁 快五十岁 还是个妈宝 妈妈希望大家支持他的理由 既然是别让他不开心 你看这个影响多大 那更不用讲柯文哲 柯文哲在 文山七的一个庙 因为他们那时候栽赃 连胜文 总部 到柯文哲进行总部 去装窃听器 柯文哲在那边也开骂 你怎么可以到我这边 来装窃听器 骂得很大 然后各媒体 大做 大家不用讲 自由时报 绝对做很大了 这都不用讲 大家也知道 自由时报 是一个台独的报纸 这报纸看了就会笨 我是很讨厌这种报纸 只有立场 没有是非 我就常讲 下几天我鞋子撕了 有人说你用报纸剪一剪 把它放在鞋子里面 这样干得比较快 但是我奉劝各位 不要用自由时报 用自由时报 剪一剪 放在你鞋子里面 你鞋子会臭 因为他就是一个臭的报纸 让人看不起的报纸 我讲他就是这样 没有是非 碰到政治 完全一片倒了 没有是非 在台湾 我讲 在台湾你要讲什么是非 在台湾讲是非 你除非听我节目才有 其他不会有 对不对 今天 已经五年半过去了 有谁会还 连胜文公道 已经没有人提这件事情了 那他是一个受害人 谁叫他倒霉 对不对 谁叫他得罪我们网金 他不晓得我们这些 网路的走狗 我们是专门利盈的走狗 我们是专门在挺 挺民进党的 还有挺跟民进党合作的 柯文哲 他不晓得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我骂他们是小畜生 很多人讲 小董你可以 你怎么骂人家畜生 我为什么不能骂 总统武汉人黄崇彦可以骂 那些 那些骂蔡英文的人是畜生 我小董不能骂 只有他官比较大 他可以讲 我不能讲 各位你今天看到台湾 其实我们这边 真的是没什么是非 有时候我在 我在讲广播 有时候我自己都会去 为什么 这么清楚的东西 逻辑这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会是非这么没有 因为当你心中有个念头 觉得小董讲的对 我只有一个人 那网路呢 网路多少人 然后有人大拥小 大家讲 好像你不随着他去讲 你就落伍了 你就不是同一国的 你就不是这个团队了 所以大家罗令 你一定要去踹两脚 这个就好像那时候 有个警察被一群人打死 每个人踹一脚 有人就拿着 那个叫红龙 红龙就是说 我们车子 有时候怕人家来这边停车 就先用一个 用两根那个 用两根那个 那个铁的圆柱体 然后绑一条 一条红的线 然后把这边围起来 你说围起来干嘛 因为等一下这个位置 有人要来停车 怕人家来停 那这两个铁 铁座的柱子很重啊 不能被风吹倒 他们这年轻人 拿那个去砸警察 那警察就被打死了 这警察叫谢光果 大家把他名字也忘了 绝对 那他想要去阻止 结果呢 因公性质了 大家记得吗 那时候杀他的人 有多少个 三四十个人 你踹了一脚 他打 然后最后把警察打死 台北市新一计划机 那我讲这个 当然我不是要算旧账 我只要告诉你 就是 这种年轻的 他大家就一口 你没有踢 你不是这一口了 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在年轻人团体里面 他有一种 心态叫做投屏状的心态 投屏状啊 你不踢你什么意思 你想加入我这集团 好 你 你哦 这把枪给你 你看到警察就开枪 表示你敢了 对不对 开了枪你就跑不掉了 各位朋友 这 我们现在这种从众 媚俗的心态越来越严重 那在台湾的网路 他已经 他已经变成是一个 一个常态 就是说大家一起不要脸 反正不会被看到 不会被看到 因为你用话名嘛 没有人知道 所以网路是一个 不要脸的人在里面 大肆伸张 然后一起投屏状 一起来羞辱任何人 然后觉得好快乐 就是我去霸凌 别人我觉得好快乐 而且他不晓得我是谁 你看 他被我踹了两脚 好爽哦 你看 我踹到他鼻子 他鼻子就流血 哎呀 真爽 你们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每天骂 这些网友是垃圾 因为我没有其他形容词 垃圾就是垃圾 敢做不敢当 然后自己 自己躲在背后 然后说 哎 自己是英雄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就你今天看到 台湾没有道理在这里 那这些人是民进党养的狗 他民进党养的狗 民进党叫他们干嘛 他们就干嘛 民进党有人专门带风向 甚至很多人还是拿钱的 拿钱来带风向 各位看到了 网金 已经有好几个官司出来了 你都可以看到 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但是今天台湾社会 你很多事情 你不能靠这个 建民党是靠网民在治国 陈明通认为说 疫情期间 有很多孩子 很多小孩子 他在湖北 应该可以让他过来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 妈妈可能是改嫁给台湾的爸爸 可是妈妈跟前夫有个小孩 这小孩 他现在 他当然是要跟他继父啊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这小孩当然是跟他继父嘛 因为他妈妈又结婚了嘛 陈明通认为应该给他来 我们政府 他代表政府 他入委会啊 结果网络 一片认为不行 蔡英文自己开了一个国安会议 也认为不行 然后 陈时中就出来讲 这些小孩不准过来 小孩有什么国安问题 没有 对不对 小孩子嘛 结果呢 陈明通就被打脸 陈委会主委就被打脸 陈时中这个不要脸的人啊 陈时中实在是不要脸 我不晓得为什么大家把他当神 因为大家没有判断力 陈时中说 你这小朋友啊 你既然选了国籍 你都要 自己负责 小孩子会选什么国籍啊 我为什么骂他不要脸 小孩子会选什么国籍 我请教一下 小孩子能选父母跟国籍吗 我生出来我父母是谁 我有办法决定吗 那我父母让我变哪个国籍 我有办法决定 我小孩能够自己去办国籍吗 你就知道这个根本不是他的主张 然后你今天要他来收购 然后还讲着说 对不对 国籍你就要自己负责 那为什么 从美国从欧洲 这些回家的这些人 这些来 我们现在台湾的 防疫 我们本土的本来就不太多 都境外的 境外主要是从哪里来 八成以上从英美 英美为什么可以进来 因为他们就回来了 有一对夫妻 三十几年没有回来 两个感染的就回来治疗了 治疗谁出钱 政府出钱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美国回来 美国可以啊 中国大陆不可以啊 不让你进来啊 所以我为什么 这么讨厌一个民党政府 因为他是个没有人性的政府 他是看你党派 看你 你美国回来就是高尚 美国回来这些人 连健保会都没缴过 回来政府 你知道一个人 确准以后 要把治疗好 最便宜的 算购210万 那只要美国就可以 民进党碰到美国 就像一条哈巴狗 趴到地上 不要脸自己啊 那你今天看到 从中国大陆回来 我们想 中国大陆 武汉那边不是都回来了 没有 各位朋友 我告诉你 现在还200多个人 没有回来 他可能也没有很想 说马上回来 可是这200个人 以后要回来 永远回不来 除非你政府 把他解禁 解禁什么 因为我把你们 筑记 这些人的名字 在所有航空公司 在所有的海关 在所有的移民署 的每个关卡 上面都有你名字 你从任何地方都进不来 我就把你筑记 你这是黑名单 我是中华民国国籍 我有缴税 我为什么进不来 因为你曾经在武汉 待过 所以我们就把你筑记 这是什么垃圾政府 这是个不要脸畜生的政府 你凭什么把 把一个国人把筑记 说他是不准进来的 我请教一下 政府没有解释 陈时中说 因为你在武汉 我在武汉 我为什么不能去武汉 中华民国宪法 人民有迁徙的自由 迁徙基础的自由 这是人民宪法所确定 你今天讲的东西 当然是完全的违宪 可是现在没有人敢讲陈时中 陈时中的不要脸 那些不敢讲他的 不敢质疑他的人 跟他一样不要脸 台湾多数人是不要脸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敢讲 而且你不敢质疑他 但是我讲这是一个常识 凭什么 美国回来他没有国籍 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他可以用中华民国来帮他 200多万来帮他治疗他的新冠病毒 那陈时中我请教你 他选择了美国国籍 他自己就要负责 为什么他不用负责 你要帮他负责 你要帮他 你要抗国人之改帮他出钱 我说你不要脸的理由就在这里 各位朋友 我讲有没有道理 我讲东西 逻辑绝对清清楚楚 现在武汉来200多个人 还是回不来 除非我们跟你解禁 不然你就回不来 谁叫你要去武汉 这有道理吗 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小董我一个也不认识 可是我看 这种政府 我为什么每天骂他是畜生政府 因为没有人性 蔡英文有没有人性 蔡英文这是个垃圾 官大总统了不起 苏贞昌 恶心 我讲 因为我讲 我讲的东西是一个道理在讲而已 各位朋友 大家你听小董很趣 但我讲就是个道理 武汉这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可是我觉得 他是个中华民国国民 他为什么不能回去 没错啊 你民党政府 你讨厌中共 讨厌中共是你的事啊 那你现在讨厌中共 讨厌中国大陆的人 讨厌他的挣钱 就讨厌他的老百姓 讨厌他的观光客 就讨厌他的陆生 讨厌他的陆配 你现在变成这样 陆配陆生 你都讨厌 观光客 观光客现在不来 结果你现在已经没东西讨厌 你开始讨厌 去大陆做生意的 去旅游的 去读书的 你就变成讨厌自己人 这些人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为什么每天 看到民进党 我充满的不屑 他们那些高官 我当然都认识 因为我跑的新闻之力过久 但是你为什么会看不起 因为他完全没有人性 民进党是一个畜生的政党 各位朋友 我骂当然骂得很重 我也不怕 但我告诉你 你任何东西 你如果失掉了人性 什么都不用讲了 你执政官多大 陈时中你是神 都了不起 你就是不要脸 蔡英文 你当总统都了不起 你就是一个垃圾 你当总统 哇很大 在我来讲 没有人性 连一点点悲饼之心都没有 那你们从政这些 日子都白活了 等一下回来 小总继续开骂 我来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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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